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一條視頻,主要是說怎樣找老婆 因為身邊的朋友,有些子女已經陸陸續續大學畢業了 有些已經在談戀愛,有些還未談戀愛 很多家長就開始頭痛了 因為看到身邊很多人找完老婆之後,婚姻都不太幸福 所以這些家長就在聊天,到底怎樣才找到一個好老婆呢? 俗話說,找對老婆旺三代,找錯老婆偉三代 到底我們要用一種什麼方式去找老婆呢? 下面就講一講我的見解 如果還未訂閱廣州土著頻道的朋友 請你點擊下面的訂閱按鈕 順便按下旁邊的鈴鐺 那你就可以隨時收到我們的最新視頻了 如果你覺得這條視頻對你找老婆或者找媳婦是有幫助的 希望你在留言區裡面寫上一 多謝 就是剛剛我準備開講這條題目的時候收到一條訊息 是我認識的一個老華僑發力的訊息 我將他發力的訊息跟大家說一說 對大家找老婆或者找媳婦可以說是一個警醒 這個老華僑在美國開餐館開了幾十年 兒子非常之內向,又不喜歡社交 所以一直就沒有女朋友,更加就談不上有老婆了 一家人都很焦急 餐館的伙計就介紹了一個女朋友給他 這個女朋友是來自於東南亞的某個國家 這個媳婦嫁了進來之後,非常之聽話,非常之乖 老華僑對他就越來越信任了 後來就安排他在餐館裏做收銀和管理餐館的帳目 誰知過了幾年之後,這個女人提出離婚 她的要求是30萬現金,加一間屋 老華僑當然就不高興了 這個女人就說不滿足她的要求的話 她就去舉報餐館偷稅扭稅 老華僑當然是被他激到廢都歸了 30萬加一間屋,即是去搶 所以她很不憤怯就請律師,看看怎樣打這個官司 律師說打不贏的,你的證據都全部在別人的手裏面 你看一下怎樣跟他擺平 你如果假如打官司的話,搞不定的話 持牌人,單止要罰款還要坐牢 到最後講數,講到就是20萬 加一間屋,所以找老婆選人是很重要的 你選對了人,婚姻幸福 選錯了人,一地雞毛 要想有一個好的婚姻,或者有一個好的媳婦 第一步就是選人 第二步就是方法論 什麼叫方法論呢? 就是你對這個女生的方法 大致上來說,女生分兩種 一種是用來結婚的,一種是用來玩一玩的 那你說如果用追求玩一玩的那種方法 譬如說,你以前在酒吧裏面遇到一個很漂亮的霸女 你用追求這個霸女的方法 去追求你大學裏面的一個女同學 那你說行不行? 那具體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追到適合結婚的女生 最後走入婚姻 那我放在第二步裏面講 現在先講第一步,怎樣選老婆 第一,你首先要觀察這個女人的情緒 屬不屬於穩定的 如果她是屬於一個情緒很波動的人 你死了,動一動哭 那你隨時沒有空要哄她 不高興就給你面吃看 你又要哄她 一發脾氣,跟著走了不知去哪裡 你又擔心她會不會找了別人 就是這樣的負面情緒 如果你找了她回來 大概率就是經常都要花你的時間 花你的心力,跟她相處 這樣就不斷消耗你的能量 就會削弱你的行動力 那你說,如果你做事業的,很難成功 第二,結婚這件事呢 就好像是兩個人合夥開公司一樣 所以合夥人的品德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說,如果你做生意找錯了合夥人的話 你這間合夥公司是否隨時都會倒閉呢 所以你找這個女生 你打算她要做你老婆的時候 你就要好好地衡量一下 你一個女生的人品到底是怎樣 是不是只吃得是炸嬌啊,偷懶啊 貪偉食食練精學懶 是貪圖享樂的人 如果這個女人總是認為 男人要賺錢養家 女人負責貌美如花 那你就好好地想一想 到底她的消費水平和你的消費水平加起來 你養不養得起 如果你養不起的話 就說明這間公司的持有成本非常之高 那你還敢不敢和她一起開公司呢 第三,你要觀察你所追求的女生 是不是真的喜歡你 因為如果一個女生喜歡你的話 她最後一定會幫你去化解阻力的 因為有時候女生的父母和女生的家庭 會對你提出一堆可客的要求和條件 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他們就不接受你 這個時候 你一個女生的態度就非常之重要了 因為本質上來說 她對你是最了解的 你到底有沒有能力去做這些事情 她是最清楚的 如果這個女生是真心愛你的話 她會想辦法和她的家庭進行協調 去化解這些阻力 如果不是的話 她完全站在家人的一邊 向你施壓 本質上來說 這個女生對你並不是你所想像的 那麼傷害 娶一個不愛你的人回家 就是你悲劇人生的開始 第四,你就是要觀察 你女生的朋友圈 基本上她朋友是些什麼人 她就是些什麼人 如果她朋友圈裡的閨密三觀不正 私生活又複雜的話 基本上這個人都不用了 第五,你就是要觀察這個女生的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對一個人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人總是有一種本能 去複製他父母的處事風格 甚至是人生的軌跡 你要盡量選擇原生家庭氣氛範圍好的 如果你說原生家庭經常都炒炒鬧鬧的 那麼你將來的家庭 很大的機會都是炒炒鬧鬧的 所以如果你找到這個原生家庭 這個原始模板是有問題的話 那麼你將來的婚姻 就很容易重複這個原生家庭的悲劇 第六點呢 我們說一說獎上 男人都喜歡美女 從二十歲到八十歲都一樣 但是在找老婆這一點上 外貌獎上並不是優先要考慮的因素 如果你的結婚對象太漂亮的話 你要考慮自己到底你手中有多大的權力 或者是你到底有多大的身家 可以hold住這一段婚姻 因為權、錢、息總是連在一起的 我有一個朋友很普通 又不是很多錢 普普通通一個人 找一個很漂亮的老婆 她又很有趣的 她就說過兩年生兒子 平平淡淡就可以過完這一生了 我心想 你想平淡 但是你老婆可以平淡嗎 這麼漂亮的女人 面對社會上這麼複雜的人 她會遇到很多誘惑 她到底能不能夠抵擋這些誘惑呢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很多有錢的大哥 他們的老婆其實都是長相比較一般的 我就有點不明白 我找機會問過其中一個大哥 她是這麼說的 她說顏值漂亮這件事 是會隨著時間貶值的 從經濟學來說 對於不斷貶值的資產 不應該長期持有 出去租就行了 找老婆當然是找個會持家的旺夫那一類的 所以男人找老婆一定要有智慧 上面所說的就是找老婆的選人標準 下面是說第二步 怎樣追女孩 追女孩是講方法的 但是一千個人就有一千種方法 我們不可能弄一條公式出來 叫你按住這條公式套進去就行 不是這麼簡單 但是追女孩總是有一些禁忌 不如我們說說禁忌 你不要犯這些禁忌 煩到就不行 追女孩的禁忌一就是告白 告白是一種追女孩禁忌中的禁忌 當然這個是和你喜歡的女生在一起的時候 你有一種表達方式 但是是有前提的 前提是你知道女生很喜歡你 很想和你在一起 那你這個告白才有效 如果不是你隨便拿個告白出來 這是一種對你想達到的目的 一種最不負責任的表現 你就是無緣無故把這兩個人 能不能夠繼續交往的決定權 交給女生 那你說女生怎樣回答你呢 有可能女生會說 對不起我們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 或者說對不起我們互相之間都不適合 或者說其實我現在都不想談戀愛 如果你遇到這樣的答案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是不衰 拿來衰呢 那記意就是送禮請吃飯 大多數男人對那些好看的女生都很喜歡 這個是天性來的 誰人都喜歡漂亮的女生 是不是?養眼嘛 但是你要注意 漂亮的女生喜歡她的男人 不止你一個 大把人請她吃飯送禮給她 如果你自己的荷包不是那麼豐厚的話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因為你所做的事情 其他男人都在做 那你又憑什麼 女生對你另眼相看呢 金記三就是千萬不要做根屁蟲 有些男人為了迎合女生的歡心 好像隻狗一樣做根屁蟲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那個女生很快去就覺得 這個男人很露 這麼鬼飢渴? 那到底有什麼好辦法 可以追到自己心儀的女生呢? 最簡單的一個方法就是 只有兩個字 真誠 真誠 對 對 對